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季冠军将会获得的奖品是 他将成为旅游卫视的签约主持人 获得国际知名模特经纪公司2PM的百万经纪合约 登上红袖杂志的封面 畅享为期两周的欧洲时尚之旅 以及参加2014巴黎时装周 同时还将获得由唯一官方银行赞助商 康宝来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 法国艺术水晶万表品牌 Galzi Scorpio 加提巴黎老婆业百货 以及秀场会i-show.com 联合提供的50万时尚大礼包 现在我们就会一位一位地 来观看你们本周的映照大片的成果 爱慕第一超模第一位 陈禅玲 禅玲你好 你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禅玲这一周的映照 我只能说你非常的倒霉 因为我觉得赵卫章这一组照片是最难最难的方 可能他是甜美的 但是还有一点点好像瘦了瘦气包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难拿捏 下一位王晓婷 晓婷你对你的模仿对最像还满意吗 有点筋道 因为当时他喊到李雨春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我们所有人都说是史心灵 当他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我特别想问一句是不是打错名字了 我觉得有点像林俊杰 好多人都这么说 我蛮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拍出自己的味道出来 我也很喜欢 就是可能五官没有那么的像 但是那种感觉那种状态 他也特别到位 史心灵 哪来的小黄毛啊 你喜欢这个发型吗 挺喜欢的 但是在市场这方面出国呀 或在国内会不会太像假小子了 还行我觉得 比赛还没比完呢 就已经想着出国了 对啊 这周要模仿的人是谁 刘文 这张照片跟他本人很不散 因为我觉得这张照片有一种很成熟的女人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现在今天在现场的感觉完全让我有惊艳到 新闻的这张照片在内心系上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下一位 陈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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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这一星期有个小的花絮 一只小癞蛤蟆引发的这个地球大碰撞 对我以为是青花我觉得很可爱 他们就觉得很害怕就抓起来 结果就放在某人身上闹他 结果把他吓哭了 放在谁身上呢 不怕 其实我有忏悔 因为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其实我觉得内心只是很澎湃 那青花可以带大家惊喜 所以我意外就导致对方有点就是不开心啊 有点难过这样子 这一周要模仿的对象是谁 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傻了 因为完全不是我的style 李冰冰 这个照片给我感觉就是尴尬 就是嫩 对就像是学生那个时候拍写真集 就是要美美的可爱的 我觉得这人太可爱了 对 完全的白 反开 对 冰冰的那个手你是能感受到 他可能下一步会有动作 但你的手是没有的 姜在那 下一位 夏凡 你好 我的拍摄对象是曲咬 他是一个非常深的双眼皮 我是一个单眼皮 差了一些 其实有点单 这个夏凡的这张照片给我感觉是 朴涩 没有超模的感觉 对我来说就是很平面的 就是好像只是在拍一个真剑照 下一位 余安琪 这周模仿谁 我这周模仿的是呂燕 我觉得她在外形上占了点优势的 轮廓 她轮廓本身是占了一些天生的优势的 对因为我颧骨还是跟她有点像 脸 嗯 你能看出什么问题呢 你的眼白有多少 这是一个硬伤 吕燕姐姐她这个脖子的这个 力道 这个力量 她有一根筋出来了 那说明她的脖子在使劲 是的 但是你的脖子好像太放松了 但你不用担心我喜欢这张照片 下一位 呼唤 嘴呼唤上来杀气很重啊 对我好害怕 最终你模仿的是谁 是姚晨 有点惊恐的感觉 恐怖片吗 恐怖片女主角 对 那还没有来了 对有点 有点透露出这样 姚晨那个更多的是杀气 对 就是你的嘴唇可能更性感一点 我是觉得她的嘴没有用到力 你看她的嘴是放松的 蛮好看 但是在精气神社还是有一定的 就是有差别 下一位 综艺童 本周你的这个印照的这个模仿对象是谁 我模仿的是我的最爱 而且是我的偶像COS 拿到那个照片的时候 好开心都跳起来了 我说 我说你们谁要是敢用就是 模仿这个人的话 我就跟你们翻脸 然后拿了之后我就 啊偶像不会是偶像 就是只能模仿不能超越的那种 我们我们看片子吧 真的才一个人主持就行了 先看一下 我觉得你太被小S给局限跟框住了 没有像小S这么的自信 这个笑容还是有点僵硬 还是有点尴尬 牵强 因为小S这么大张嘴的笑容是真的 很难 很难 好 谢谢 下一位 李乔丹 那本周挑战的明星是哪一位呢 我的女神范冰冰 你这样的便宜 你跟范爷真的有点神似 可是这么美的脸 你怎么使得让你的指甲 抠在你的脸上 在这个动作上是有很大难度的 其实我拍下来 我整个左手的手腕都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 应该是 我自己感觉好像 你再把自己的头摘下来 因为我觉得你本人已经 非常有明星的那种感觉了 对 她其实不太像模特儿 我觉得她很有明星 对 演员跟明星 包括她自己对自己的那种要求 就是必须要长发 大卷 然后不接受自己那样子 比较酷的感觉 包括这个照片 她其实更像演员 明星 对 明星 王小倩 这个星期的印照 你挑战哪位明星 我挑战的是西梦瑶 这个感觉就是要去巴黎时装做 对 做那个秀卡 做秀卡用的 对 用你自己的感觉 嗯 你想要说的故事 如果让我二选一 我会选你的 谢谢妹妹小倩 谢谢 下一位 谢舒雅 本周挑战的明星之神 就是 厉劳 上文姐 好吧 我们先看一下 说实话 我还挺惊讶的 我觉得你的韵味模仿的 我很喜欢 你的眼神让我感觉很像是一个电影的剧照 谢谢 谢谢 爱慕第一超模下一位 党竹熹 老师好 你一起党竹熹 你的打扮比以前好很多了 谢谢老师 竹熹是清华大学的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学生 那如果你超模的工作越来越多了 你会放弃你的学业吗 不会 我一定是会以学业为重 我觉得听到你刚刚回答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觉得学业 既然你有这样的能力的话 一定要先把你的学业完成 这一周你是挑战谁 我模仿对象是杨蜜 她手很漂亮 她手指很漂亮 挺好的 但她不是模特的照片 我觉得这不是她的问题 就是因为选了这张照片没有办法 我觉得就是要透过这些艺人 他们散发出来的什么故事 什么他们自信的来源在哪里 而去揣摩 各位的表现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接下来就是评委商议的时间 等到下一次你们再回到这个舞台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要离开 陈禅琳模仿对象是赵薇 她有空间去把自己发挥出来 是一张白纸 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跟累积她的经验 王晓芹双胞胎姐姐 有点平平 没有她上一周经验 她没有像另外几位选手那么出彩 心灵笔 喜我喜欢的 我也喜欢 这张照片在我的前三 状态都很好 虽然特别简单只是一张大脸 但是那种神韵其实特别难抓 陈兰 她完全记不住 我不想看 想要往后翻的感觉 就是太淡了 我觉得她自己本身没有那个魅惑的那一款 都在放空 我觉得她这一周很危险 下一个下班 我只能说我太喜欢取影这张照片 这落差感太大 这个眼神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她就真的是在发愣 在拍正见照的感觉 对 余安琪 某个对象是吕燕 乍看之下是冠军香 但是 我觉得整个比赛过程还是很长 我是觉得 感觉其实更重要一些 她的眼神这一方面 包括她的手 的表现力 其实的确是相对弱一点 这一周她输在眼神上 粗壞 这模特的量 你撇开姚晨 她的照片是不错的 她眼睛很冷 她经常给人感觉她不笑的话挺酷的 但她的照片是前三名吗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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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那几个太强了 综艺同 她更适合做主持人 或者是做演员 或者平面模特 但是在这张照片里面 我觉得她没有输 她是今天里面最矮的 谁说个子矮 就不能当第一超模 我敢说个子矮的 不能当第一超模 我敢说 我觉得不是 第一超模就是要去到巴黎 或者是欧美去做 走上国际的伸展台 你没有超过175 你就是没办法被选择 她只留在舞台上 我觉得对我们所有 这个美满1米7的人来说 都是一种鼓舞 你知道吗 她每留一周 大家就会觉得 这个节目不是第一超模吗 大家会有疑问啊 说不定挡快放她回家 她可以挡快去签一签 什么主持通告什么的那些 干嘛这样耽误她的人生呢 我是觉得她这张照片不错 我觉得这张绝对不是今天最差的 她绝对不是最差的 她绝对不是最差的 她也不是最最不优秀的 她是最不适合我们节目的名字 第一超模 今天让她走 对她的未来并不是没有办法 其实小冬要再这样的话 我真的会支持她今天走 我们换一个话题 先换一个好了 李乔丹 美是绝对的 但我记不住她的脸 我喜欢她 我觉得她是那种 有艺人气的模特儿 对 她不是那种国际上需要的脸 但是从这张照片上来说 我觉得她还是相对成功的 王小倩 王小倩 这是我新中的第一 虽然她长相不像 但是那种感觉特别到位 谢书雅 表情还是OK的 就是脖子还是差一点 其实她这张照片 就眼神的部分的话 是有勾到我的眼睛 右边的尚文杰更美一些 谢谢 党主席 这是我喜欢的 但是 我挺喜欢她人的 我也喜欢她 我喜欢她本人 我也不喜欢这个片子 我也喜欢她本人 这张片子 从整个构图来说 她要表达的东西确实不多 实在是平平淡淡 不那么出彩 但是你还是能从她的眼神里面 读到一些自信 有点放着光芒 我觉得 这姑娘有味道 她绝对是符合第一超模 我们差不多 心里都有数了吗 有数 爱慕第一超模 由爱慕独家冠名播出 爱慕最好的自己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 十二位非常美丽的女孩 但是今天只有十一位 可以留下继续决出 爱慕第一超模 有一位 要离开我们 首先要宣布的是 是本周的应召冠军 王小倩 这一周你对西梦瑶的眼神 以及嘴唇 和脸部肌肉的 这个放松的感觉 令我们所有评委 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非常棒 恭喜你 谢谢 第二位 屎欣琳 在你和王小倩当中 我们其实有过一番讨论 因为觉得你们 这一周的表现都非常棒 恭喜 谢谢 第三位 李乔丹 恭喜乔丹可以留下继续决出 爱慕第一超模 下一位 王小婷 顾幻 谢书雅 余安琪 党朱熹 恭喜朱熹可以留下继续决出 爱慕第一超模 加油 下一位 陈禅琳 恭喜你禅琳可以留下继续决出 爱慕第一超模 加油 下一位 陈兰 你的本身的条件很不错 希望你继续努力 还是恭喜你可以留下继续决出爱慕第一超模 好 现在我手上只有一张照片 我面前的两位只有一位可以留下 你们两位现在可以来到台前 夏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 为别人着想的一个女孩 但是在第一超模的整个表现当中 还是觉得你的个性不太不太够 一同 确实你身上还有一些不足之处 对 工作时候的情绪 嗯 身高条件上 在超模之路上 会成为一个缺险 嗯 不管谁离开 希望都不要气馁 我现在就要宣布 能够继续留下绝逐爱慕第一超模的人士 宋一同 宋喜一同 谢谢 你继续加油 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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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p 气球 声 I can't let this go I can't let this go I can't let this go